非常生活非常美好,我是秦时月 今天来学习两款小花朵的勾制方法 下面呢,先勾这一款 先准备两团这种颜色的线 大家这个颜色可以去自由搭配 下面我们开始吧 先勾花杏的部分 先勾五个辫子针 在第一针里引拔为圈 然后继续在这个圈里面勾十个短针 8,9,10 这里十个短针我已经勾完 下面要开始换线 把这个绿色的线勾过来 然后黄色的线拉紧 下面开始勾花瓣 先勾一个辫子针 在第一针里继续勾一个短针 把这个线压在下面 勾针绕线 还是在第一针里面勾一个长针 勾针绕线 在第二针里面继续勾长针 在第二针里面继续勾长针 第二针里面继续勾短针 这就是为一个小花瓣的勾法 每两针为一组 一个短针 一个长针 下一针里勾一个长针 一个短针 就这样重复勾五个小花瓣 一短针 一长针 一长针 一短针 大家把剩下的还有两组勾完 最后一个花瓣 最后一个花瓣 一个短针 一个长针 一长针 一个短针 在第一针里面做一个引发针 继续勾三个辫子 在长针里面 长针的针目上面 这个线 勾两个长针 在下一个长针 上面这个针目上 继续勾两个长针 继续勾三个辫子 把这个线剪掉就可以了 三个辫子之后 勾一个短针 那短针的入针位置是在 上一圈 两个花瓣中间 有两个短针 在下面这个底部 这样勾一个短针 继续勾三个辫子 在长针的针目上 勾两个长针 一共是勾四个长针 勾三个辫子 继续勾短针 在两个短针底部 勾一个短针 三个辫子 三个辫子 勾三个辫子 最后勾三个辫子 继续勾一个短针 然后在地针里面 勾一个引拔针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款小花就勾制完成 好 谢谢观看